一蘭縣政府向中央爭取北宜直鐵多年 上個月鐵道局向交通部提報 已穿越翡翠水庫的方案一送審 当时受到翡翠水庫管理局强烈反对 不到一个月 一蘭縣政府透露 交通部初步也将方案二纳入评估 北宜直鐵升级为高铁的可行性更高 移蘭縣政府表示目前两岸併程到交通部研議 北宜直鐵規劃 鐵道局原先提出两个方案 方案一的路线 从台铁南港站开始 直穿越翡翠水庫及水区到头城 全长三十六公里 自享号车程约三十七分钟 方案二则是避开翡翠水庫 往东绕道双溪 再向南街大溪 全长五十三公里 路线比方案一更长 自享车程预估四十七分钟 不过如果升级成高铁 南港到宜兰最快只要十七分钟 不到一个月 北宜直鐵两个方案大转弯 可能再升级高铁 交通学者认为 要先厘清北宜直鐵升级高铁的效益 是要舒缓运能还是节省时间 那对于环境的冲击 它的比较分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运能已经大致达成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还需不需要再增加一个 类似高速铁路的这样子的一个供给 学者指出 目前北回铁路在基隆轻轨规划下 可分担部分运能 是否还需要再盖北宜高铁 需要审慎评估 环保团体批评 不管改路线也好 或是升级高铁也好 台湾东部地质脆弱 质疑是否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铁道局低调表示尚在评估中 不对外说明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